当有个吃货儿子 是怎样的体验 妈 你说这荷花能不能吃啊 不难啊 诶 诶 到荷叶呢 不难啊 那我走到吃了 妈 妈 你这莲花是打算吃的吗 诶 妈 这玩意儿能吃吗 你怎么总惦记着吃 你是不是不知道就能吃 我当然知道 荷花全身都是宝嘛 那不如来个荷花生液吧 那除非你给我先来一个 初中全科玉席 怎么样 你做了我就做 不许反悔啊 做了那么久的美食博主 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荷花能吃 我查一下 查一下就知道了 哦 原来荷花是要炸着吃的 用盐泡上花瓣来调个面浆 炸粉的配方 我还是最认可自己的 酸粉一油一蛋一盐 这样和真盐就可以过花瓣了 虽然我确实没做过啊 那这能难倒我吗 诶 荷花月热会变紫啊 这炸到金黄捞出来就完事了 好简单 也太没难度了吧 那就摆个盘增加这难度吧 这么好看的一道菜 这个饭店得多少钱一盘 好不好吃 看牛包小管兵就知道了 好吃吗 荷花蟹了就结成这莲帽 最里面藏着好吃的莲子 鲜莲子得去皮去鲜 看到这个小疙瘩没 竹鲜一捅 莲鲜就完整的出来了 切着屁股就可以做到碗底了 哦对 泡好的糯米 得拌两勺白糖 稍微添点放在莲子里 然后就一层莲子一层糯米 这样炸出来就不会散掉了 大火烧开转小火 蒸80分钟 放凉再盖盘子倒扣 拿掉碗 就是一个完整的莲子扣了 再加个桂花汁 放冰箱冰一下吃 口感香甜粉糯 清清凉凉的 绝对是下人的绝佳甜品 接下来是荷叶 荷叶茶这小子肯定不会喝 那就做个荷叶鸡腿吧 鲜鸡腿受想滑几道 捻出来的肉才不会小掉 老抽倒多了 没事 反正蒸出来颜色也会浅 荷叶鸡腿是我突发奇想的 一片荷叶一个电饭包 底下就铺硬紧的莲藕 鸡腿也摆进去 糖汁也倒进去 一个指纹渐强的搞定 哇 香味已经飘出来了 荷叶的清香 进入到了鸡腿中 这心弄多汁 油而不腻 而且已经软烂脱骨了 藕片也已经超入味了 说到莲藕 那吃法就太多了 这么热的七月天 自然得清凉点 改成薄片的藕片 貌似在笑 焯水两天钟 再过个凉水 这样就很脆爽了 凉拌的重点 永远是料汁 这个料汁 拌啥菜 都是嚼嚼子 再往偶边上一浇 整个就是一酸爽过瘾 脆爽下饭 特别是这鲜沙身的嫩 简直是肖下神器 这桌荷花盛宴 真是惊艳了 黄小婷 我就问你 我这荷花盛宴 怎么样 哎呀 就是撑着鸡腿来的 哇 马上脱骨 哇 这么大一个大鸡腿 我去 太香了 还不错 它还没有这个好吃 这个特别清爽 夏天就得吃清爽的 尝一下 是这个的 又好吃的 它还没有这个好吃 这荷花你也尝一下呀 这能让我吃吗 你尝一尝啊 还不错 还得好吃 一个字 绝 我这桌花全宴 我看你吃的挺美的 你的运气请问 尝试太啥了 这荷花都做成了吗 还有一个这个 莲子歇 我待会给你泡茶喝 我不吃 你给办法吃